嗨,大家好 这一课我们来学习一下用户首选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PPT 在这个用户首选项这一节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用户首选项 然后呢,大家要学会掌握基本的使用方法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用户首选项的概念吧 用户首选项又被称为偏好设置 它被设计用来存储设备和应用程序的配置信息 是通过Uder Defaults这个类来实现的 通常情况下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类方法发挥默认的 也是最常用的实力对象 这个对象中存储了系统中用户的配置信息 然后开发者就可以通过这个类实力 对这些U的配置信息进行修改 当然也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需求 创建新的配置项 好的,这就是我们用户首选项的概念 我们简单一点来讲它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APP是有一些应用程序的配置信息和设置信息的 我们通常是通过用户首选项来对它进行设置 那么它是怎样来做到的呢 是通过Uder Defaults这个类来实现的 Uder Defaults这个类的话 它是把我们的配置信息以字典的形式组织起来的 支持的字典像包括字符创或者是数组 除此之外还支持数字等基本的格式 一句话概括的话 就是说它是一个基础类型的小数据的字典 好的,这就是我们用户首选项的基本概念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基本的使用方法 在这里的话,我通过一个demo来跟大家进行介绍 大家首先试想一下 我们来构建这样一个场景 其实在我们的APP开发过程当中 可能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景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页面 是需要通过网络请求来加载数据的 并且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页面并不是我们每一次显示的时候 都需要去刷新数据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加上一个自动刷新 这样的功能 那么我们如何实现呢 首先我们可以设置刷新的时间间隔 然后通过URDFORTS来存储最新的刷新时间 当每次显示页面的时候 我们计算距离最新刷新时间的时间间隔 如果距离上次刷新的时间间隔 超过设置的刷新时间 那么我们便可以进行刷新的操作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我们可以怎样来做吧 这里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demo 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首先在这里的话 我定义了两个属性 第一个属性 Refresh Interval 这个属性的话 我们是设置最短的刷新间隔时间 它的单位的话是秒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我们存储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用户首选项里边的 的这样一个键子 那么我们先来大概来看一下吧 当然通过前面我们PPP的介绍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知道我们的这个用户首选项 它是通过通过UlerDefault来进行管理的 那么我们怎样来获得它的相关信息呢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苹果的官方文档 输入UlerDefault这样一个关键字 然后的话大家就会看见 这里的话我们就会获得 关于UlerDefault的各个方面的信息 左边的话同样它是一个 目录一样的的一个板块 大家可以看见这里就有我们设置 基本信息的一些方法 包括像我们这里获取默认设置信息的方法等等 感兴趣的同学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好的 我们回到我们的工程 在开始这个工程之前 我先输出我们沙河的路径 然后我运行一些项目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它是UlerDefault它具体是怎样做的 这里我打印了我们这个沙河的路径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好的 我们跳到这个路径 我们去看一下实际的情况 好的 这里我们已经进到我们的这个运营程序沙河里面了 通过前边我们介绍应用程序的目录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看一下Mapper目录这个Preference 好的 我们点开 大家可以看见这里就多了一个Pinist的文件 对吧 这个文件而且它的 名称就是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的数标识符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用户首选项 关于我们应用程序的配置信息 它都是记录在这样一个Pinist文件里面的 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说是想加深大家对这个 用户首选项或者是Uly Default 这样的一个理解 好的 当我们熟悉了 熟悉了这个Pinist文件之后 有了一个很直观的了解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如何做到存储数据 以及读取数据的吧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下边它的这个 大概的一些一些方法 这个方法是我们重新设置我们的刷新时间 我们怎样做呢 首先我们调用这样一个方法 来获取我们Uly Default的一个实力对象 然后我们设置当前的时间 这里这个K是我这上边指明的一个一个长辆 我们以指定的K来设置我们当前时间 记录下作为我们的刷新时间 这其实就是我们设置信息的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在这里的话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实际上当我们调用这样一个方法之后 Uly Default它把它所谓的配置信息是加值到我们内存当中的 包括像我们设置 这些数据的话 同样也是在我们内存当中进行的 如果说我们想要把我们的 结果给保存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做一个同步的操作 这样的话 Uly Default它会自动帮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修改 同步到我们的本地 那么能不能不调用这个方法来 其实也是可以的 Uly Default它会自动帮我们做这个数据的存储管理 但是建议大家还是调用下这样一个方法 好的 这就是我们设置数据的基本操作 是不是很简单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里有一个判断是否应该刷新的方法 这里我还是给大家来简单的解读一下吧 同样我们首先获得Uly Default的这样一个实力 然后我们调用这样一个方法 通过它的key取到它的这样一个值 实际上它的值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类型是any object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需要来把它转换为instate 这样一个类型 当然大家都可以确定是什么呢 可能我们如果是我们第一次去拿这个值的话 肯定取不到对吧 我们进行这样一个转换 可能转换出来是一个neo的状态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这个状态是neo 我们就返回to 表示我们应该刷新 否则的话 我们需要计算当前的时间 跟我们进入的最近的刷新时间 它的这个时间差值 如果我们发现它的时间间隔大于这个差值的话 我们就返回to 表示应该刷新 否则倒回forse 好的 这就是基本的一个两个功能核数 当然我也给大家分析了 我们eo default 里边 读取数据和 和写入数据的一个方法 好的 在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刷新卡数 我们简单的打印一个刷新 然后这里我们重新设置一下刷新时间 OK 实际上的话 在这里的话 正规的一个流程 我们应该是我们应该是在载入的时候 我们载入一只数据 然后呢 在我们每次viewl appear 也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视图将要显示的时候 我们去做刷新的检查 只不过像我们在这个模拟器上 难以模拟出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就把它直接放到这里边了 好的 这里我们来读一下吧 我们是怎样做的吧 当我们载入视图的时候 我们先检查一下 我们是否应该刷新 如果我们发现 应该做刷新操作的话 我们掉这个核数 否刷我们掉进入下面的这个分支 然后打印一下 载入缓存 好的 OK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吧 给大家看一下 结果 好的 这里打印了 我们应该是做了一个刷新操作 对吧 那么我们再来进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见 这里已经变入载入缓存 对吧 我们再稍等片刻 就是说我们再来 到时候我们再来给大家 打印一下 看一下结果 好的 这里 又变为刷新了 对吧 到这里呢 我也就给大家 介绍了我们这样一个 一个简单功能的实现 好的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